正式登場了 今年是由客家妹陳明珠 搭配黃偉晉 兩人是二度的攜手 主持紅毯 那麼現在典禮的主持人LULU 她也已經登上紅毯 而且要準備接受訪問 萊娜怎麼說 打下去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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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ULU團隊 打下去 打下去 好 在旁邊可以上去一個造型嗎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造型我非常喜歡 而且上面的英文字寫 I love you trust 然後剛好呢 其實因為做了今年的思量 是很多的優秀 根本的音樂作品跟愛有關 很多跟所謹慎的寶寶 所以很多是性格性的小朋友 我就覺得今年的作品 充滿了很多愛 所以我剛好建議選擇 預選擇 然後也覺得就是 從去年的吉馬 到今年的金曲 是整個心情輕鬆很多 然後現在很開心 有一個想要邀請大家一起來玩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很開心的看得上社會 好 那麼可以聽到 LULU她表示說 今天真的非常的興奮 可以看到她是頂著一頭 淺色的頭髮 而且身穿的是黑色的亮片洋裝 上面還有很大的大愛心 她說就是因為感受到這個典禮 是非常有愛的 而且大家的音樂 也都會有愛的元素在裡頭 所以特別是選了這一身的穿搭 那麼她整體的裝扮 其實要價五千兩百萬元 是以比較俏皮的風格來亮相 那麼稍後也會有其他的 錄圍者 表演及頒獎的嘉賓 等等的明星 都會陸續的附上舞台 超人氣的組合 像是高舞人 熊仔滅火器 還有楊乃文 也都會陸續的現身 也讓這次的紅毯是格外受到關注 以上現場最新